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03-06出图的这一个操作方式 在这里,我们将以暑假作业所规定的 1-60A3纸张的大小来进行这一个图面的输出 首先将我们已经绘制好的图形准备好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练习当中,我们指定的是A3的纸张 因此我们必须先画出一个A3大小的框 代表是这个图子 在这里我们使用矩形指令来绘制一个图形 我们用直立式的方法来排列 因此在这边,老师用公分为单位 用公分为单位画出这一个长方形 那么A3纸张的尺寸,短边它是29.7公分 它的长边是42公分 因此我们可以输入小老鼠 29.7,逗号42,按下Enter 这个时候同学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长方形 是A3的纸张的大小 但是在这边,同学们可以发现 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图形太大了 没有办法放到这一个图子里面 因此呢,我们就要把这一个图子 做一个比例缩放的动作 在这里我们利用我们的比例指令 Scale,点选这个图形之后 点选基准点,将这个框框放大60倍 好,放大完60倍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框框就变得足够大了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框框移动 当然你也可以去移动图形 去配合我们的这个图框的位置 好比说,你可以把这个图形向上搬一点 这样的动作就叫做步图 好,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做输出了 输出的过程,我们可以来选择 这一个夏拉斯功能表的A 然后选择列印 在右边找到出图 点选出图之后 我们要依序的来设定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设定我们的印表机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一台印表机 DWG to PDF 那么选择这台印表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档案输出成PDF 然后送去影印店做一个出图的动作 在这里老师要特别的补充说明 由于PDF在送印的时候 印表机的设定通常都是把它预设在缩放图形配合纸张大小 那么因此我们虽然做了一个正确比例的这个PDF 但是万一在出图的时候 我们忘了去设定这个选项 那么我们出来的图面比例就会错误 这一点请同学们务必要注意 选好了印表机之后 接下来我们选择我们的图纸大小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ISO A3 或是A3都OK的 我们来选择ISO A3 选择一个直式的这个纸张 大家可以看到ISO A3 297乘上420 那么这边的纸张大小是用公里的 跟我们刚刚在画的这个框框用公分 不太一样 第三个步骤 我们来指定出图的范围 我们这边可以用视窗的方法来框选 刚刚我们所画好的图框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选择自中出图 从前面我们选择印表机 选择纸张 选择范围 自中突图 这四个步骤 一旦都选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图形是如何了 但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并没有做了设定 我们一看 基本上这个图面已经可以正确的输出了 但是呢 不知道这个图面的比例是多少 而且我们不要输出彩色的图形 因此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来做一些设定 首先我们要设定的就是这一个功能 我们把布满图纸这个勾勾取消 布满图纸就是 我们可以把整张图快速的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图面没有任何的比例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检视的用途 或是做数量的计算 它没有任何的比例 因此没有办法直接从图面上来量取 我们所需要的资讯 那在这个地方 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要输出60分之1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来输入1公里 等于6个单位 那同学们一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从这个地方去选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从这边选 不见得可以找到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要的比例 那为什么又是1公里等于6个单位呢 在这里上方的1公里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们印在图面上的1公里的长度 会等于这个6单位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绘图单位 那同学们可以这样想象 我们的绘图单位 我们在画这个楼梯的时候 我们是用公分做单位 换句话说 这个图面印出来的1公里 等于图面上的6公分 也就是印出来的1公里 等于60公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图的比例是1比60 这样子了解吗 简单来讲 1比6 就是代表1分之1的意思 如果你要输出2分之1 你就输1比20 等于说把这个200 后面那个0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一个快速的记忆方式 不过同学们还是要 真正的了解到 它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是如何 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来预览 那么这个时候的图面比例 就是正确的 就是60分之1 那你可以看到 原先外面的这个图框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我们画的这个框框 基本上是跟图纸一样大 它应该会跟图纸的边缘是叠在一起 因此看不见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 如何去设定我们的这个出图的比宽颜色等等 在这里我们要来搭配一个出图形式表 各位的 这一个一开始的出图 模型空间出图的视窗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点选右边的这个按钮 将右边这个把它展开 我们就可以来设定 在这里我们选择新建 那我们选择从头开始 去建立一个新的出图样式表 在这边它会问你挡名 那通常老师的习惯会给它A3-60-BW 那么这几个数字的用意就是 A3纸张1-60 BW就是Black and White 那做到这个地方 同学或许会问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如果用A2的纸张 或是用不同的比例 我们就要来搭配不同的出图形式呢 基本上是的 我想我们为了要让图面输出 有比较好的图面的品质 我们会考虑 让不同的这个纸张大小跟比例 有不同的比宽的配置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A3-60黑白 所以我们就给它这个名字 按下下一步 再按完成 那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这张图表 这个图所套用的出图形式表 就是A3-60-BW 但是我们并没有针对里面的比作任何的设定 如果你要设定它就要点编辑这个按钮 点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要设定的这一个对话窗 首先我们在左边可以看到颜色1到颜色255 那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颜色去指定它的这一个性质 在右边呢就是我们的出图性质 为什么我们的图面运出来会是彩色的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红色的它会使用物件颜色 也就是红色去列印 但是呢我们希望它印成黑色 因此我可以在这边点选黑色 这个时候电脑就会知道 红色的线条 请用黑色的线来印 当然你也可以个别去指定黄色的线运成黑色 但是这样子一一指定的话非常的慢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颜色1之后 卷动下来 按住shift键点选颜色255之后 我们一次把颜色全部改成黑色 那通常在这个地方老师也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把这个线粗啊 也一并做一个设定 我们帮所有的线粗调整到最粗的最细的0.1公里 也就是说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把所有的笔宽全部调整成0.1 这个时候储存再来看预览 9年翻到我们所有的线条 都已经是0.1公里的线条了 但是实际上各位在参加这个秉级检定考试的时候 并不要去搭配出图形式表 因为我们所有的笔宽已经在图层里面 都已经跟着设定好了 那老师现在教的这个方法呢 是针对我们将来在社会上这个工作的当中会用到的一个方法 所以同学们也务必要将它学起来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去把这边的开关做一些选项 如果说你今天不小心把这个功能呢 取掉了 这个时候你去按预览 你会发现到奇怪 怎么没有套用到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 虽然我们这边是做的设定 但是它并没有以出图形式来出图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功能够打开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针对里面有一些线条 去做一些特别的设定 比方说我们可以指定 黄色 我希望它印出一点 0.5 绿色 我希望它可能距离中间的线条 0.3 一一的把个别颜色都指定好之后 我们可以再一次预览 看看我们要的这个结果是如何 像我刚刚设定黄色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墙的颇线 印成0.5 然后我们的门是绿色的 印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话我们指定下去 我们的图面 就会有很有层次 线条的粗细 就会非常的漂亮 当然要怎么样调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阶段 还要靠同学们多多的尝试才可以 好 那一旦都完成之后 我们就按一下确定 这个时候电脑就会问你 你是要输出一个档案变成PDF 在这边老师把它存在桌面 然后我们就会多一个档案 0306 这个档 好 输出完毕了 就变成我们的PDF档案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PDF档案之后啊 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去 呃 来列印它 好 在这地方我就按右键 我把它开启 这边的话我用 呃 呃 用这个火壶好了 看看有没有办法开启 好 可以开的 好 我们用火壶把它打开 它的档案长这样 我们选择印表机 好 那老师家里面接的印表机是这一台了 我们再来选择内容 我看看在这边 哇 这边没有办法看到那一个叫做固定比例的输出 我想这个部分啊 就留给同学们在实际上出图的时候 再去找到老师讲的那个功能 就是维持正常的比例 真实比例去做输出 好 我们的这一个 呃 今天的这个课程啊 到这边就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会